蓝湛只以为卫英想要,取了钱袋抑郁富长。 哪知卫英,挑起一个土豆,老板,你看你这土豆都发芽了。 发芽了,照样能吃,有什么关系? 发芽了,还卖五文啊,能不能便宜点? 被那摊贩老板不客气地从摊位上赶开, 卫英拉了蓝湛走远,这老板真黑心,走,我们换一家。 集市人多,为房走散,二人靠得很近。 至深闹事之中,蓝湛看着身旁鲜活明亮的少年, 眼底不知不觉浮现一抹笑意。 前处有叫卖莲蓬的声音,卫英灯时来了兴致, 同蓝湛挤了过去。 卖莲蓬的摊主是个年轻姑娘, 莲蓬上还沾着露珠,显然是新鲜采摘来的。 卫英眉稍眼脚带笑,却不给人轻挑的感觉, 姑娘,这脸蓬怎么卖啊? 那姑娘被她的笑容谎花了眼, 回过神来结结巴巴道, 五,五文前,她拿起两只脸蓬, 鼓起勇气道,公子若喜欢, 我,我送公子一些。 这样啊,那姑娘含羞待怯, 卫英笑得愈发灿烂,那我多谢姑娘咯。 阳光洒在卫英尖头, 她的笑容绚烂夺目。 姑娘看得吃了, 手中帘蓬停在半空。 一钉银子置在摊位上, 蓝湛面无表情拿过姑娘手中的帘蓬, 又抓了卫英手腕,走。 二人逛得久了, 选了一处茶楼歇脚。 在临街的二楼雅座坐下, 蓝湛要了一壶上好的清茶。 卫英问过伙计, 担要了一壶酒。 她右手执酒壶已在窗边, 俯瞰街头繁华之景。 店铺伶俐, 行人衣着腹力穿梭其间, 一派和乐安宁。 这样的烟火气息, 纵是在姑苏, 依旧让卫英心生欢喜。 舒服之下, 梁国已许久未有此景。 或许归顺姑苏, 是梁国子民最好的归宿。 相识一场, 她知道身后的蓝湛与百姓而言 是一位圣明君主, 但不妨碍自己, 称她一具狗皇帝。 卫英笑笑, 仰头冠下一口酒, 无比洒脱。 微风轻浮, 吹起窗边公子的墨发。 红发带迎风飘扬, 不知何时会悄然飘进谁的心间。 重春时间, 春光明媚。 御书房内, 魏英落完最后一笔, 放松地伸了个懒腰。 她与狗皇帝在御书房朝夕相看久了, 彼此间熟悉起来。 正是之余, 偶尔也说些闲话。 朕听闻, 梁帝有一位富商, 富可敌国, 却无人知晓, 其身份样貌。 怎么可能? 魏英心道传言, 当真荒谬, 哪能有富可敌国这么夸张? 嗯, 她如此笃定, 蓝湛不由疑问, 你与她相识。 呃, 若当真富可敌国, 我叔父早就对她动手了。 可见, 传言, 非真。 蓝湛汉手, 认同魏英所言。 见她轻视下来, 魏英又忍不住补充一句道, 不过她能买下几座城道是真的。 呵呵, 我也是听叔父说起的。 嗯, 话题很快转开去, 魏英微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蓝湛素日里话不多, 偏魏英是个嘴闲不住的。 御书房中除了皇帝无人敢搭他的话, 魏英没得选择, 一天下来只能与皇帝说上几句, 闷得慌。 高总管入内奉茶, 瞧着陛下听十句回忆句的, 分明是乐在其中。 今日暂无要事, 御书房中冷冷清清, 蓝湛值了比有些心不在焉。 高总管替他摸摸, 忍不住道, 陛下, 魏公子沉诗中才道呢, 您不必, 不必着急。 他欲说又止, 得到了白衣君主 一个颇为不悦的眼神。 前两日, 魏公子临时去了 汉林院卫制御书房, 昨日又逢休暮, 可这也就两三日的光景。 心事被人看穿, 拦战不语。 大约连他自己都未意识到, 他似乎越来越期待, 见到魏英, 去换一壶良地的供茶来。 是, 高总管命人去办, 茶已七好, 魏公子素来首时, 今日却迟迟不治。 陛下, 几乎是到了四时, 工人入内道, 乐平侯府递来消息, 说是乐平侯今日身体抱养, 告一日假。 他病了。 谋中失落神色一闪而过, 是何病? 这工人吱吱吾吾, 说不清楚, 叫来乐平侯, 辅送消息之人, 亦是如此。 何日病的? 有何症状? 回陛下, 许, 许是昨日。 既是病了, 连病情也说不清吗? 陛下恕罪, 奴不治。 蓝湛无意为难送信之人, 心中已认定魏英今日是装病。 他倒要看看, 魏英打的什么鬼主意。 乐平侯府, 魏英寝房之中满是信香味道。 混合的富裕花香阴晕在屋中, 几乎掩盖不住。 温宁神色担忧, 公子, 真的要入宫吗? 狗皇帝下旨传照, 我能不去吗? 这次与陆七格外难熬, 魏英声音无比疲倦。 无故羞慕他自知理亏, 大概是延误了什么要紧事。 原本以为与狗皇帝算是相熟, 他能通融一二日的。 果不其然, 狗皇帝还是狗皇帝? 阿宁, 再去给我拿磕药来。 是, 公子。 温宁小跑着去拿药, 这药公子吃得久了, 效力不比从前。 药服下去勉强压了信香, 魏英配上香囊, 在三斟酌后连药瓶一起带上。 他确认无破绽, 方出门上了入宫的车架。 御书房中, 见魏英面色苍白, 显然强打着精神的模样, 蓝湛亚然道, 当真病了。 魏英心中翻了个白眼, 陛下有何事要臣办? 早些做完, 他也好早些回去歇息。 蓝湛却不接他的话, 吩咐高总管道, 去请太医来。 不必了。 魏英立刻拒绝, 臣无事, 有劳陛下关怀。 去请。 蓝湛的话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魏英焦急, 语气易不好, 臣已看过医者, 无需叨扰太医。 他态度决绝, 丝毫不肯领情。 不劳陛下费心。 蓝湛心中恼怒, 干脆不再过问, 既然魏英说无事, 那他何必多管闲事? 皇帝迟迟迟迟为差遣他做事, 魏英等得累了, 靠在自己的桌案后昏昏欲睡, 又不得不强撑起一副清醒模样。 分明他休目之前, 手中事物皆以安排妥当。 看皇帝的模样, 似乎今日也无甚要谨示。 魏英心中赋肥几具狗皇帝, 不敢轻易告退 困意一阵阵袭来 几乎要将一夜未睡的他淹没 清潭的香味似有若无 魏英猛然从混沌中惊醒 不知道自己是睡了一瞬 还是已然过了许久 白衣君王近在眼前 神情莫测 魏英心虚一阵 只以为他要发难 陛下树去厢房睡罢 蓝湛道 啊 请罪的话涌到嘴边 魏英一时未有反应 他向后退了些 与陆七本就格外敏感 皇帝的靠近 让他的信箱愈发难以控制 可分明过去几年中 分化以来从未有前缘信箱 能让他如此 蓝湛转头吩咐高总管道 带他去东乡房 御书房中服侍的工人谋中 皆闪过几分惊讶 高总管神色如常 是 陛下 魏英捏了捏袖中的药瓶 这要笑比他预估的还要差些 连他自己都算不准 还能撑多久 他不敢逞强 多谢陛下 高总管上前 客客气气道 魏公子这边请 臣告退 东乡房就在御书房后不远 布置得极为雅致 谈目屏风后 还设了一张床榻 工人端上新漆的茶水 魏英道一句 有劳 而后 让人退下歇息 确认屋中 只于他一人 魏英方道出一粒药丸 就着茶水咽下 窗外天色尚早 魏英仔细收好药瓶 但要起笑后才安心睡去 厢房中静谧无声 屋门打开的声音 并未惊动 浮在桌案上睡熟的人 真是个笨蛋 蓝湛响 分明屋中就有床榻 还要睡在此处 他放缓脚步 犹豫着是否要 传太医来一趟 睡着的魏英毫无威胁的模样 很是乖巧 空气中阴晕着淡淡的花香 春日里繁花似锦 前缘信箱进前 让睡梦中的魏英促起眉 大约是睡的姿势不舒服吧 鬼使神差的 蓝湛静俯下身 手轻轻超过魏英西弯 将人平稳地抱去榻上 不知有何物件滚落在地 发出一声脆响 取过锦被盖好魏英 蓝湛久久未回神 前缘抱起来 也会这么软吗 惦念魏英的病 蓝湛定定望他一会儿 终是没有擅自做主请来太医 这一觉睡得算不上安稳 魏英做了不好的梦 梦境中的女子笑叶如花 母亲 你看这欲绝与我相配吗 自然是极好的 大师有言 这欲绝之主乃天下至尊之人 王后娘娘富贵雍容 我的常乐是梁国最尊贵的公主 这天底下所有的好东西都该是你的 就算不是 他们也会想方设法抢来 魏英睁开眼眸 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睡在了榻上 他坐起身 儿时的记忆 随方才的梦境 一起浮现在脑海中 就快了 只要他能尽快做好皇帝交代的事 请不吝点赞 ,"